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既然官方爆料了抢先服版本更新公告 一般在抢先服爆料一星期左右 正式服就会进行版本更新 所以我大胆猜测 新赛季将于4月8日到来 还在充分的小伙伴们要抓紧时间啦 那由于新赛季的调整 在体验服改动繁多 所以本期就给大家带来一期更新汇总 帮助小伙伴们快速的了解新赛季 首先为了合理控制中路称线的问题 新赛季官方将对抗路发育路 冰线速度加快 4件法系装备攻击属性得到了提升 魔女斗篷调整为成长属性 尤其中期法师的影响力将大大提升 冰段属性与打野大的调整 是我之前重点为大家介绍的内容 这里就不过多坠绪了 总之小伙伴们记住4个点 1. 黄刀取消了低保机制 增加了被动叠加层数的设定 编程流即将迎来降温 2. 肉刀和红脸斗篷被动可以叠加 对于猪八戒在内坦边打野 坦度和伤害都将得到提升 3. 蓝刀加快了法师打野的新野效率 取消了强击 与巫术法杖不会产生冲突 新增了一个AOE伤害的回响被动 4. 三级红刀取消了攻速增加了穿透 当对面阵容较弱爆发不足时 可以在保命装前优先将打野刀升至三级 其次就是荣耀占领奖励 一级战令奖励为达摩星际陆战队 八十级为体蓝迪胡桃异响国 并且S19赛季的战令限定皮肤阿柯 迷宗利盈刘邦夺宝齐兵 点为星源将迎来返场 英雄调整方面与体验服当初爆料的相差不大 这里有给他简单提一下改动较大的几位英雄 一 弹鼓加强了小团战作战能力 每多一名有方英雄大招多批两刀裂痕 二 蓝削弱 一技能CD增加 二技能攻击范围降低 后期伤害增加 三技能造成眩晕改为减速 三 陈迪志函优化了走位手感 加强了机动性 四 司空阵小削 强化普攻呼盾改为一技能触发 呼盾值和强鼓伤害降低 五 杨检大幅加强 一技能命中目标如果死亡直接刷新 二技能必定触发一段眩晕 六 云中军减少一技能CD 大招使用时必定开始飞行 最主要的是官方将西施 苏裂 猴子 狂铁 丈量 这五位英雄在体验如所有的调整 回退与正式服一致 例如西施一二技能瞬间爆炸 以及当初为了限制核弹流苏裂大招的改动 猴子的存棍时间延长 与二技能落地后的加速等等 这些改动全部取消 当然新赛季对操作体验上也进行了优化 新增了局内英雄高光表现 例如换装大人 塔下反杀 月下无限连 其实我建议还可以增加一些下反操作 这样趣味性会更多一些 比如说有尖鸟大人 沃龙凤雏什么的 应该会很有意思 当然对于一些喜欢简约版的玩家 还可以在战斗信息里关闭高光时刻 新赛季在选择英雄时 还支持解锁英雄专属名文页 推荐名文和局外一致 可以选择职业选手名文 热门名文 大神名文 那热门出装也将会升级为推荐出装 减少了大家在进入游戏后 因为名文不契合专属英雄而苦恼的问题 那局内自动出装也进行了优化 比如我玩赵云购买了红刀 想当一个帅气的野盒 而推荐出装为肉刀 那么他就会时时刻刻跳出来提醒你 别玩野盒了 买个肉刀做蓝领工具人吧 而新赛季自动出装加入了护刺逻辑 同类装备将不会继续推荐了 最后艾琳的重塑计划已经完成 她和她的半生皮肤女武神 将于新赛季上线正式服 相关的英雄玩法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奉上 小伙伴们记得持续关注 新赛季将来 让我们一起群魔乱舞吧 一概定名为丑到被人报告的现有提问 众所周知 圆哥的傀儡是近战 所以圆哥的傀儡能受到 红打野刀对野怪额外伤害的加成吗 我们来做个测试 装圆哥释放出傀儡 傀儡每一下平A可对红buff造成216点伤害 那当我们购买追击刀中后 傀儡每一下平A为345 所以傀儡是享受红刀对野怪造成60%的额外伤害加成的 那后来要去测了一下圆哥本体的伤害 圆哥本体平A伤害为204 购买二级红刀后 伤害依旧为204 不仅如此 购买红刀后 圆哥的技能伤害也没有提升 也就是说 仅仅只有傀儡可以享受野刀对野怪的额外伤害加成 圆哥的普攻和技能都不享受这个被动